怜悯 怜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不单止是一种精神 而是神属性的一个核心元素 神的怜悯塑造他和受造物之间的关系 他怜悯的本质驱使他意爱和恩典成为他行事的基础 怜悯超越同情或者纯粹是一种感受 而是愿意体恤并且进入对方的苦难之中 和他一起受苦 怜悯的拉丁文 Compatty 就是一同受苦的意思 在人类历史当中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正完全彰显了何为神的怜悯 耶稣成为一个人 是神愿意进入我们的处境最大的表记 他藉着医病 使人得饱足 赦罪 接纳社会上被边缘化的人 来实际彰显神的怜悯 正确认识上帝的怜悯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的体会 明白神的爱和为我们摆上的 神的怜悯 不单止是我们的领受 上帝更加盼望 他的子民 同样以他的怜悯 去对待其他人 我们之所以 对人家都产生怜悯 是因为上帝 都这样怜悯我们 这个星期 就让我们一起去反思 怜悯这个课题 以致我们有能力 并且愿意效法耶稣的脚踪 让到世人都能够经历神的怜悯 灵秀一 出埃及记 三十四章 六至七节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业 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别罪讨他的罪 自负及子 直到三四代 如果要你形容上帝 是一位怎样的神 你会想起些什么呢 或者即刻出现的字词 是爱 能力 圣洁 荣耀 等等 在圣经里面 上帝怎样介绍他自己的呢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六至七节 神向摩西宣告 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上帝这个自我介绍当中 第一个出现的字词 是怜悯 如果我们想一想 神当时 是在一个怎样的处境 说这句话 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去体会到 怜悯这个属性的重量 三十四章之前 神拯救并且带领 以色蝶人出埃及 经过红海 在抗野 看到神以魂柱 火柱 日日引领他们 刺下玛娜 甘春给他们做食物 又叫盆石流出水 来给他们饮 主动跟他们立约 要做他们的神 并且要带领他们到应去之地 从离开埃及 到今日的经文 大概只是过了四至五个月的时间 神的八星 已经多次野神发露 在抗野 不停地发怨言 去试探神 在三十二章 摩西上山领受神的戒命 百姓见他十四日都还未下山 竟然自发做了一只金牛毒 还宣告他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 神因为这一帮硬颈的百姓而发怒 打算灭绝他们的时候 摩西能钓 摩西跟神祈祷 求神改变心意 不要把所说的灾祸 降给他的百姓 神就在一个这样的背景底下 和摩西宣告 他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以色列人仍是背弃上帝 得罪他 但是神仍然以他的怜悯的本质 去对待他的百姓 如果不是上帝充满怜悯 根本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暂立得住 怜悯不单只是一种同情 或者可怜对方的感受 在希伯来问 怜悯的字根和母腹 Womb是有关 所以神怜悯的属性 是一种与他指纹很亲密的关系 就好像在以赛雅书第49章第15节 神讲到耶路撒冷话 妇人因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 神对人的怜悯 而指着他的怒气 一而再 再而三 这样给人的机会去回转归向他 我们生命里面可能都有一些得罪神的时候 但是上帝仍然以怜悯去看待我们 正如耶利米仙之所说 我们不自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 愿我们因我们因着神怜悯的属性 产生对他更大的敬畏 问题和反思 第一题 神的怜悯和人的怜悯有什么分别呢 第二题 你有没有曾经经历或者体会 神的怜悯在你身上发生 这个经历或者体会 又如何去建立你与神的关系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到祈祷 神啊 我们因着你是那位有恩典 有怜悯的上帝而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 无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或者我们身上 都能够随处看到你对人是充满怜悯 求主帮助我们 因着我们从来领受的怜悯 去对你产生敬畏 知道自己原本就是不配的人 全因为你的恩典 令到我们能够是暂立在你的面前 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凌修二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 马赫福音一章四十一节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联敏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马太福音一章四十一节 耶稣动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结症了吧 神怜悯的属性 不单止是一种情感 更加是驱使他行事的原动力 耶稣在地上的日子 正反映着神的怜悯 也都是大有行动 上一次提到 怜悯是希伯来文 和母福的意思有关 是希列文 怜悯即带有 心肠肺腑被搅动的意思 以色列人认为 人发出情感之处 是在于心肠肺腑 所以 当耶稣见到有需要的人 困苦的人 他不只是心表同情 然后怀着可怜对方的心态 去帮下他 而是他看到对方的处境 打从心底 发出强烈的感动 不单止想给帮助他 甚至愿意去进入对方的困苦 一位灵修大师 路云 在其中一个著作 《慈心怜悯》里面 对怜悯有这样的形容 怜悯要求我们 进到伤害之处 痛楚之地 和人分担破碎 恐惧 困惑 痛苦 怜悯要求我们 与哀惨的人 与哭哭 与孤单的人 与相悲 怜悯要求我们 因着软弱者 而变得软弱 因着容易受伤者 而变得容易受伤 因着无力者 而变得无力 怜悯就是彻底浸淫在人类警方之中 对他而言 怜悯就是共患难 福音书多处记载 耶稣在地上走遍各城各香 主动维稳和拆看人的需要 不一定是物质或肉身上的需要 更是心灵和灵性上的需要 耶稣多次 因为见到人的苦放和挣扎 而冻了慈心 这就是驱使他服侍人的原动力 怜悯需要我们看到人的景况 怜悯使我们放下 对对方的标签和眼光 怜悯帮助我们活现神 和人同在的真理 因我们都是这样 给神怜悯 以至我们愿意效法基督 进入困苦无助的人群 令到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 问题和反思 第一题 怜悯对于怜悯的定义 如何帮助我们 加深对怜悯的看法 第二题 如果怜悯是共患难 思想下 在你现在的生活中 有没有一些人 或者群体 可以成为你共患难的对象 呢 第三题 耶税 主耶税 能够是共患难 能够有不少心灵破碎 孤单痛苦的人 总之 我们不能够成为 能够成为问题的解决 但愿者 彼此遥迟 彼此遥述 正如神在基督里 遥述了你们一样 神有怜悯的本质 神有怜悯的本质 主人 打发工人出去收取庄稼 大多数人都理解为 耶稣打发门徒出去传福音 这样故自然是对 但相信耶稣在这里 更是一个学校渠的邀请 透过以神的怜悯 去怜悯困苦流离的人 以此作传福音的渠道 圣经同时告诉我们 怜悯不仅是我们 对待困苦中 或未认识福音的人的态度 而是我们作为信徒 行事为人应有的心态 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打后 是保罗教导信徒 印着从主领受的新生命 被他改变 我们应该如何活现一个 新人应有的样式 四章三十二节 保罗特别强调人词 怜悯和遥书 三种特质 不单止同时反映基督的属性 他们之间 也有物不可设的关系 怜悯和仁慈 怜悯和仁慈彼此牵连 若果我们的怜悯 没有爱在其中 只是一种没有温度的同情 甚至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比对方更高 或者更优越的位置 怜悯能够让我们进入那些得罪我们之人的处境 尝试放下承建 自我 了解一下对方的内心深处 是不是都有一些破碎的地方 的确 如果有人得罪自己 而错不在我 要怜悯甚至遥书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 保罗在后面加多一句 正如神 在基督女遥书了你们一样 神对我们最大怜悯的彰显 就是在十字架上 是这个原因 驱使我们 无论对方是怎样的人 都不应该影响 神的性情 在我们身上 彰显出来 愿我们 在这个学习怜悯的过程中 多多思想自己从主所领受的 和主耶稣在地上 如何待人处事 从而得着激励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再次为你对人的怜悯 献上感谢 求你帮助我们 懂得谦卑在你的面前 明白 并且深深体会自己 都是被上帝恩代的人 以至我们学习联敏的功课 不是基于对方是哪一个 而是我们从哪个领受 求主加力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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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